词曲 李宗盛 你为谁点燃起浪脸 你为谁把战虎泪香 是因为爹地下破碎的和尚 爱是为民族魂渴望的荣誉 我为谁唱歌一曲 我为谁齐齐心香 是因为福度长满满的长夜 爱是为民族魂渴望的热血忠唱 他唱交响 民族魂墙 一笔的包响 一笔的护血 流淌着一辆荡荡荡 当万如桑荡 岁月不浪 我离心香 我离花年 为咱出一面 咱的星光 把万如桑荡 岁月不浪 我的心香 我的花年 为咱出一面 咱的星光 是为咱的其他人 帝兄们 我 今年aster 是为咱们购乱 来给奖被奖一次 你说说手 人led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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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文三 文大哥 有什么事吗 骆小姐 您一直对我不错 我都记着呢 我文三不是没良心的人 文大哥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罗小姐 楼下那伙人不是我招来的 真的 我对老天爷发誓 我要是做了对不起罗小姐的事 天打五雷轰 生孩子让他没什么 文大哥 你进来吧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楼下的那些人根本就跟你不相干嘛 你呀 不但没有对不起我 反而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呢 文大哥 谢谢你 我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听着呢 徐 徐爷说 他很敬重您罗小姐 要是一会儿打起来 这两边都得死人 不如你罗小姐 自个儿去 去投 投 投案 对了 罗小姐 这徐爷呀 不是我堂弟 他是保密局的 我 我没跟您说实话 徐爷 你说的是你的那个堂弟 那个文物商人 我明白了 原来他是军统的人啊 我 我真不是故意的 徐爷说您肯定喜欢那幅画 罗教授当年就想买那幅画来着 谁让那陆忠勇那王八蛋给搅黄了 他说要把画卖给您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真不知道 罗小姐 我哪知道您是共产党啊 我要是早知道 我 我断不能把 把徐爷这给招架来呀 您说是不是 我对不住您了 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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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哥 这首不愿意 内庆徐的确很有表演天赋 我都没看出来 不过这样也好 那幅蓝猪图 我也不打算付钱了 那件文物啊 应该属于新中国 罗小姐 其实 当了共产党也没什么 咱不当不就完了吗 徐爷那个人挺好说话的 不行 我也在徐爷那儿 给您说说好话 咱在徐爷那儿还有面子 这个面子他肯定得给 韩大哥 你真的什么也不懂 这世上的事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过 我还是得谢谢你的好意 对了 方爷爷让我给您捎话 说让您多想想亲人 亲人们还盼着您平安地回家呢 反正方爷这话大概意思就是 说清楚了就能回家了 文大哥 你说的方爷是方警官吗 对 就是方警官 他也在院门口啊 我进来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 您再说一遍啊 您再说一遍啊 方警官就说您多想想自己的亲人 亲人还盼着您平安回家呢 我知道了 文大哥 您走吧 罗小姐 您听我一句劝 跟我出去见见徐爷 说不定 说不定他就 他就得及到封面了 是的 这人 好 文大哥 这本书麻烦你交给方警官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啊 好 这是我借给他的 谢谢你了 文大哥 还有 也请你告诉内信徐的 那幅拦住图我收下了 至于钱 我用命来抵 我们俩亲了 我洛小姐 你 你可别 你可别 别 别这样 你听我说 你别说了 走吧 洛小姐 走啊 走啊 怎么样 老师 讨论什么 反了 反了 罗小姐她不想活了 快说 罗小姐都说什么了 罗小姐说 那 那画她收了 钱就不付了 说她用命来抵 跟徐爷两清了 这位罗小姐 可真不会做生意 那幅画 可远不如她的命之前 这哪里是两清啊 分明是我欠她的吗 你说呢 锦灵兄 报告长官 赵冲门长大 张探务长 我是保密局许晶科中相 先正在执行上方命令 请讯事 我哪儿敢有什么讯事 不过是凤桥总司令部的命令 以共党嫌犯的身份 命令我的卫士放下武器吧 赵长官 言重了 我们并不认为您是共党分子 不过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您家里确实藏有共党分子 和秘密电台 这个电台刚才还在发报 还请赵长官配合我们执行公务 忠孝 你很会说话呀 看来我得向你们王浦臣战长保健你 给你个嘉奖什么的 一直不敢 还请赵长官息怒 宣誓 到 到 警长官徐势 拆除所有的攻势 命令全体卫兵放下武器撤出少尉 听候宪兵的检查 是 全体师兵 放下武器 解放 行动 行动 转 保步 走 快点 快点 快 快点 五十四 истории 第一条 石头上 Anybody 请 大历 这个 手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长官 那个电台又开始发报呢 长官 这次他居然用的是明码 明码 你把它一声文字念一下 亲人 亲人们 亲人 亲人们 我爱你 我爱你们 永别 亲人 亲人们 我爱你 我爱你们 永别了 亲人 亲人们 我爱你 我爱你们 永别了 永别了 亲人 亲人 我爱你们 永别了 永别了 亲人 亲人 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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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别了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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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人 亲人 lan 亲人 亲人 我爱你们 永远 我 好 来 长官 你别看了 尸体又粘成碎块了 年轻人瑛 愛情的噴泉 永生的噴泉 我為你送來兩朵玫瑰 我愛你連綿不斷的敘語 還有賦予詩意的眼淚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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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1949年元月十四日上午時時 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二十二個師 共三十萬元 對國民黨天津守軍發起了總功 十五日上午時時 解放軍第三十八軍的一個團 衝進了天津警隊司令 中將司令長官陳長傑 國軍第八十六軍中將軍長劉明漢奮 與此同時 天津城北的國民黨軍主力 一五一師在四面被圍陷入絕境的情況下 宣布放下武器同行 對於共產黨人來說 華北問題已經解決了大半 剩下的只是個孤城北平了 對於共產黨人 對於共產黨不少 二十八師 兩岸 對於共產黨不少 一趟 一趟 二趟 二趟 三十八師 一趟 二趟 三十八師 一趟 三十八師 二趟 三十八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爷 我给您请安 文爷呀 您坐 坐 二爷 您还是叫我文三吧 那哪成啊 爷就是爷 您是我文爷 我听说怎么着 文爷去了将军府 出门坐脚去吃 屁我后边跟着卫兵 怎么着 晚上睡觉都睡在钱柜上 您坐坐坐 爷爷爷 我呀 给您行大礼了 二爷 您别含着我了 文 文三不懂事 我知错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过 别 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 这给您赔补补补 文三啊 我看出来了 又没地方住了 博士 这会儿想起二爷我来了 你不是这个局 什么那个局的吗 你不是要把二爷我 当汉奸瓜吗 怎么又舔着脸回来了 二爷 当时我 我不就是舒探舒探嘴吗 俗话说 水大漫不过桥去 我文三在外边 折腾了一圈才发现 没二爷您照着还真不行 这不又回来了吗 我这 二爷 怎么您 您 再弄鸟神啊 这活您怎么能亲自干呢 您随便招呼一个伙计 烧带手就给您干了 行行行 您放了您放了 我来我来我来 不是 文三 我来我来 你小子刚才说了半天 就说了这么一句人话 水大漫不过桥去 那天要不是你跑得快 我非把你小子两片嘴 鞠上不可 长能为了不是 敢跟二爷我犯狗 二爷 瞧您说的 我哪敢啊 您就是再借我几个胆 我也不敢跟您这放开 你个小兔崽子 我正琢磨怎么收拾你呢 好 你看 跑了 再一打听啊 什么 你去将军府当差去了 真是使个浪电纪鸟啊 一步登天了 当时我就说 文三那小子就是一个穷命 多大的福啊 他也想不了 怎么样 怎么样 让我给说着了吧 你看 你不去将军府 人哪儿麻事没有 你一去得 让人给抄家了 你说 你说你是不是藏文行李 也就是二爷我命硬啊 想得住你 敢敷你这王八蛋 我还真不怕给 敷出个小王八来 烦咬我一口 二爷 您说得没错 要真敷出个王八来呀 我就买只鸡去 跟王八呀 给您炖一锅菜 这菜可是名菜 有讲述的 叫霸王别姬 你个兔崽子 我看你呀 你怎么敷 也敷不出个王八来 二爷 把铺给我搬回来 那房间 给个半价 明天跟我遛鸟去 谢二爷 亲人们 我爱你 我爱你吗 永别了 永别了 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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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云 孟云 罗孟云 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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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号院的爆炸案发生之后 一向睡眠良好的徐金哥 突然患上了失眠症 一闭眼就能看到爆炸发生时 小楼的半边楼顶被冲击波 陷到半空中的情景 那种感觉来得格外四季 格外震撼 徐金哥是个职业杀手 一向是他人的生命 如同草剑 在取人性命的过程中 从来没有心理负担 当年戴老板曾称赞徐金哥 具有超人的心理素质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可唯独罗孟云的死 使徐金哥的神经系统险些崩溃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有着花一样容颜 风情万种的姑娘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 竟然如此决绝 义无反顾地引爆了炸药 在一瞬间将自己柔弱的身躯 化作一流青烟 当最美好的东西被暴力毁灭时 恐怕连魔鬼也会为之颤零 这个罗小姐呀 也真是的 不就是当了共产党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又没偷钱庄 砸名伙 也没刨皇上家祖坟 能有多大罪魂 那天哪 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 脑袋一热 就把炸药包拉响了 你说为这点小事值当的吗 俗话说得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人不管到了什么份上 只要命在什么都好办 命没了 吃什么都不香了 你小子懂个屁呀 那共产党是穷人党 跟老蒋那是死对头 这小娘们要是落在老蒋手里头 那不死也得脱腾皮 他明白这个理 干脆先把自己根给灭露 省得活受罪 不过 这小娘们他也是有钱人出身呢 按理说嘛 应该跟老蒋是一伙的 他怎么能跟老蒋对着干呢 不能够啊 我琢磨着呀 是老蒋得罪他们家谁了 要不他哪来这么大的仇啊 这事我也琢磨了 这罗小姐啊 认识不是一娘两娘了 这小娘们啊 说话戏声慢语的 性子软绵绵的 就没见过他跟谁红过俩 那天呢 不知道冻了哪根筋了 敢跟保密局那帮爷玩命 你说这迟烫的嘛 那依你那意思 他该怎么办呢 怎么着 也得跟徐爷谈谈呢 这徐爷呀 认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个人挺好说话的 我就应该啊 给他们签签线 找个茶馆聊聊 不是吧 兴许这事啊早就了了 就你小子还给人家签线呢 你有狗屁面子呀 文字 我把话搁这儿啊 以后甭管他谁进了北平城 那你都是一个臭拉车的 没人把你当头算 不信咱就走着瞧 把他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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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林秀 不信咱 我在想 你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一枪干掉我 对吧 你猜对了 我的确有这个愿望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可以理解 胜着王侯败者寇 胜利者无论做什么 都是在维护真理 因为他拿到了关于真理的解释权 所谓失败者 我得认这个账 还有一个不错的办法 在失败前 你可以把没有解决的问题统统解决掉 虚敬哥 你难道不想试试吗 那又何必呢 五人云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既然连恶言都不能出恶 既然连恶言都不能出恶 又怎么能加害于朋友呢 除非我们不是君子 你的意思是说 希望将来有一天 让我也做个君子 不 你理解错了 我只是说我自己 并不求你回报 要不 我们就成了再讨价还价的商人 你知道 为了干掉地 我可以对着自己的胸膛开枪 难道 我还怕别人杀吗 怎么说 我得感谢你了 你是想寻思放过我 还是已经对你们领袖的忠诚 大打了折扣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知道 我不喜欢你这种充满敌的口味 我今天来这里 我今天来这里 也并不是要求得你的谅情 那你来干什么 我想以彭人的身份 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说真的 我为罗梦云的死 感到难过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亡太多了 唯有两个女人的死 让我震撼不已 也终身难忘 你说的是罗梦云 和杨秋平吗 是否要求达了 谁是怎么能够达了 老婆 对言尝好 我这一项是对啊 你感觉死了 我没有良心 我手上膽下的 你得了 把赵宅的所有角落都搜了个遍 可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他的电台 密码本 文件 也包括那幅蓝珠图 连同他生前穿过的衣物 在一声爆炸神中 话为灰烬 这个女人走得是干干净净 你说吗 她履行了她自己的职责 你说得没错 她为灰烬 信念而死 我是个无神论者 也没有任何政治信任 我只是个军人 看重的是责任 一个军人对国家的责任 至于这个国家 将来由谁来领导 领导的郝宇环 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 说实话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 在理论上的分析 无非是在中国推行三民主义 或是共产主义 这两个党派 在信仰方面 都表现出同样的执重 说实话 我没有兴趣 研究这些枯燥的理论 但是罗摩云死后 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这是任何暴力 都无法消灭的力量 看来蒋伟园长 和戴老板 都没想明白这一点 在思想和信仰面前 在思想和信仰面前 暴力并不是万能的 金领兄 在历史的大背景中 个人的命运无足轻重 顺其自然 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保证 金颗兄 依旺兄 有话就说 我们的几十万大军 已经像北平城围得像铁桶一样 几千门大炮的射击猪炎 早已标定完毕 也就是说 可以随时发射到 我们想发射到任何目标 而不会央进民房 这城内的守军 就像砧板上的肉 快沉得破船 金颗兄 你难道真的心甘情愿地 随着这条破船 一块沉没吗 为什么不能想一个 更明智的办法 需要我帮忙吗 金颗兄 不 战争中没有个人意志 军人已服从命令的天职 长官要打 我打 长官要想 我想 总不能看哪边是大 就上哪边的船 做人不能这样 国民党这条船 就算要沉 我也没有选择 随他一起沉调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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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长官鸭一直沉调是 留念街霍 何年街霍 身残悔 看应兄 明写 我与雪 漫古一段 青山 冰黄树 云山 冰黄树 天下一把水 东方挥手 金正飞 孤岛新皇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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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岛新皇帝也